还有就是在给师父分享一下 一个从修基道佛陀对弟子的开示 有三个要求 我在这里帮他读一下 请师父验证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佛陀的开示 感恩师父 佛陀对弟子要求有三 一不允许弟子贪图人间之事 为一己之力 向菩萨求取任何人间之事 所求皆要为众生而求 二要把自己当成众生的母亲 视众生为弟子之子 慈悲宽厚善待他们 帮助他们 只有母亲才会原谅 才会原谅自己的孩子 这样才能生起慈悲之心 解除嗔恨之心 三遇到任何事情 首先问观世音菩萨意见 不能自作主张再到心夜 佛陀笑说 心灵法门不要求打坐 如果心乱 想要静下来 就要坐下来放松全身 先从脑部开始松下来 倒四肢 再到全身肌肉全部放松 空空空 圆满圆满圆满 师父 这个是佛陀弟子的开始吗 应该说 应该说前两条是的 后面有带了一些 他自我意识的 前两条 佛陀呢 这个佛陀呢 我知道 佛陀你别看他很 很严肃啊 庄严 但是其实佛陀也会讲笑话 你去看那个佛陀这个传里面啊 佛陀也讲了很多幽默小话的 对 他也是根据根据来讲 对 他是根据根据来讲 你看他为什么说叫你们把众生看成你们的孩子啊 这句话里面很有含义啊 因为你知道只有母亲最能原谅孩子啊 你如果把人家对你的恨 你把他看成你的孩子你就会原谅他 这是很有智慧的语言啊 你开玩笑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师父你也把我们当孩子 有的时候会批评我们 有的时候又会呵护我们 对啊 真的非常感到有这么好的师父 嗯 我这个人有一点呢 我讲过了我不会记 我不会把人家的缺点记在心中的 我觉得把人家缺点记在心中 不停的实时的折磨自己 伤害自己 那是世界上最遇忍的人了 你要指出人家缺点之后 就要把人家缺点忘了 因为人家改了嘛就好了嘛 对不对啊 嗯 对的对的 要学会原谅别人 对啊 对啊 嗯 嗯 对